那我们接下来的老师 叫Jabby 好 谢谢这个 亲国兄 好 谢谢大家 然后蛮感谢荣幸很多 会邀请来分享一下我们马克战 那我们马克战事实上也是在 弯其中有加护器 那今天我因为只有两短的15分钟 所以我会直接用讲的跟大家介绍 然后没有问题 那我当然会用10分钟介绍 我马克战 然后再讲说 还有这个布置的一些连程 那最后等一分钟就欢迎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或是怎么样的comment 都可以提出 那我们马克战事实上是 2012年在南加州洛杉矶成立的 那现在从加速期开始 那现在是我们第五期基金 就是我们也是一个创投 那现在管理的总资产 大概超过300个Million美金 所以就是多少 超过91台币 那我们投资大概是从PRECEED 就是从之前到A轮 主要是美国的总资 那当然 因为在美国的这个CHECK size 会比较 金额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可能会是台湾的BN等等 那不过我们加速期主要是在早期 也就是在可惜这个车道 那我们是投资软体跟网路相关 不限任何的产业 所以我们的PRECEED PRECEED PRECEED 像说这个Healthcare 医疗的或是Think Tank 或是财经的 或者是Supply Chain 等等等等 那我们一半的PRECEED 大概是B51 一半是BTC 所以我们整体的投资的这个公司 在各个产业都有 那如果是加速期的话 我们的这个投资金额 大概是10万美金到20万美金之间 也就是300万到600万特币 那之后的金额就是到700万美金 那也就是几千万特币 大概是就是我们创作的 这个可以投资的分析 所以这个是大理性 那我是大概17、18年的时候加入 在美国洛杉磯 然后前两年的时候回来 所以我们开始投资亚洲 那我们在台湾以及亚洲其他国家 也有投资一些公司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像说台湾有一家 叫做Go Free 它是做这个货物货带领商的软体平台 就是Frape Order的这个 platform 那它主要的客户是在美名 所以我们也是帮助它成长 所以它从前两年到现在 revenue成长得超过三倍以上 那现在每年的这个经厂性收入 就annual recurring revenue 大概也超过几亿 那这也是其中我们一个绘制的公司 对 那我们现在也是正在找 以及希望能够辅导 就是一个batch 还有给它一个特定的一些课程 我们比较是一对一 然后比较是客制化的这个频道 因为我之前自己也是创业过来者 所以发觉说有些课程 可能不一定是对于每一个创业者 都是蛮有需求的 那所以我们会比较是针对 对创业者在不同的时期 需要怎样的 不管是商业模式啊 或者是行销销售啊 或者是商业开发等等等等 或者是even到它的产品设计 我们都会帮忙 所以我们是比较是operational support 然后一对一的去课程 那我本身自己的对方 我是奠基毕业 后来跑到欧洲去加入一家 在欧洲读书 后来留下来在一家药厂工作 所以主要是在做corporate management 然后后来被拍到这个台湾大陆 所以后来在大陆那里自己 自己也做我自己的新創 所以我也是一个starter方人 我那时候在做苏伊人的轮 那后来因为那是世界投资者 所以才跑到美国家 就是洛杉矶加入他们 然后开始做这个早期的创行 那现在也希望说能够在两个 能够帮助任何的同事 那因为看在访的也不少 我可以询问一下 如果是新创的这个新创的业者 你可以举手一下吗 那是提供给企业或是新创服务的 就是service provider 可以大概就行吗 那有没有大企业的 或者是这个贤惠啊等等 OK OK 好 谢谢 OK 好的 那因为接下来我大概就会讲到 关于尤其是在如果要去北美公司的话 整个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 那还有一些小技巧等等 那当然在台湾这里可能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投资者 那可能是比较是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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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知道是谁然后去连接 那投资的话有分不同的时期 有比较早的 像是天使投资 到比较是总之期的 到达了一点些 然后check size也是不太多 那所以就是看我们自己 如果是新创的话 是在哪一个时期 找怎样的投资者 会比较是 如果是在 因为最早期就是天使投资者 这块可能就比较是 我自己感觉 比较是一些 个人关系 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很强的 strong track record的一些方法 那可以得到一些 这个天使投资者的青睞 那之后的话就是 就是比较是 像是早期的机构 机构投资者 那我们大概就是会看 我们公司主要是会看 这个三大点 一块就是 我们在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的市场大小的过程 也就是说这个赛道 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的铁花板带到哪里 那可能在成长大概不少 那这是一块 那通常 如果是美国的创投的话 至少会看说 这个total just for money 就是这个市场大小 至少要10亿的竞争 那就是一块 那所以会看说 这解决问题的市场大小 那第二块 第二块就是会看 competitive advantage 也就是竞争的优势 那竞争的优势 那竞争的优势 大概有什么些呢 有很多 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像说团队 或是提供的solution 有没有IT 有没有Tech barrier 或者是 在无关是Marketing & Sales 有没有一些渠道的优势 等等 那我们会重关提供 在这家公司 和其他竞争对手 在展示市场上面的竞争对手 那竞争的优势 那竞争的优势也有分 像说 我们是在一个蓝海的市场 还是在一个红海市场 所以就比较是相对 如果在红海市场 通常我们会希望说 这家公司至少要比别人 大概强势的 因为这已经是很竞争了 那如果蓝海市场 它已经是一个first mover 然后它有一些IT 或是MVP 就minium by one follow 那我们也会通知 所以这是有点相对的东西 所以第二个就是竞争优势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是这个团队的执行力 以及执行速度 因为早期 我们主要是看早期 早期的话最主要就是 执行的速度 因为很多时候是 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发觉有需要去更改过程 那新创跟大公司最大不同 就是我们速度快 我们可以去尝试 然后train error 然后再改正 那大公司通常 因为机构很大 人众多 所以比较难去做到这一点 那当然我们能够 因为投资早期 我们大概 我们的基金大概 fondsize大概 fondslive大概十年 所以我们会是一个很常情的 各种关系 所以也是看彼此的默契 所以这大概是我们三点 可以看的地方 那如果说 要去找美美的一些创工 或是一些加速其他投资机构 上面有很多的这个 database可以看 像说coachbase 或是angelis 上面都有很完整的 投资者的联系方式 那还可以去搜寻说 他是在 什么样的industry 就是什么样的 产业 什么样的 时期的公司 时期的投资者 然后你可以 你可以说 你要好 我要 我是 就是系人 就是种子人 然后是什么产业 在哪个地区 然后大概投资者 然后一搜寻 就直接有一堆 这个投资者会列出来 那 我们会去 像我们也有帮我们的 这些 我们投资的同志去 去帮他做发挥行 那我们也会帮他看说 哪些partner是 比较喜欢 或是曾经投资过 哪些公司 然后会比较适合他 那我们也会帮忙做一些主张权 介绍等等 所以 呃 第一个是去 先去看一下 去做marker research 去找出那些投资者需要 那第二个方式是 是 是 联系 呃 曾经被 这间公司 投资过的一些 创业者 因为 我们每天都收到 很多的提名过来 然后 是需要fondressing 那 如果是我们 投资过的公司 做referral 我们一定会去看 一定会去理调 原因是因为 我们投资过的公司 他们一定知道我们 喜欢的是 怎样的公司 然后有一样的情形 所以 如果能够透过 呃 被投资的充办的人去介绍的话 这是会很棒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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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个 就是 呃 在写email的过程 要把一些重点 一起进去 像我刚刚讲的那三大点 市场大小 竞争优势 那 一开始要讲说 我们是在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自己的solution 是什么 然后第三个就是 呃 我们要分析是多少 大概是这样 那 那 那如果有一个 可以去 让这个 呃 投资者去 去做 呃 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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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呃 去做 呃 去做 呃 所以 我的片场大概是这样 嘿 还有时间可以给 呃 一分钟 来协助评论一下 来 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那你们在台湾的投资项目里面 因为你可以到 V论 甚至到 PRECEIVE的一个阶段 那 你们在目前在台湾的投资项目里面 你们在目前在台湾的投资项目里面 因为你可以到 最小的投资金额是多少 那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 我不想你们在台湾有多少人在看项目 那 项目看完以后是台湾就可以做决定了 还是还要回到美国去 也就是说 台湾这一边 谈完 你们就可以出 腾讯了吗 还是 必须还要再跟 美国来做一个特别 第三个 加速器 这边又是一个加速器 你们在加速器 在台湾有什么过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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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文 针对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最小金额大概是10万银 所以大概就是快30万银 那 我们加速器 如果是以加速器投资的话 大概就是10万到20万银 那 再更高的话就是以我们创投基金去投资 对 我们创投基金可以投到几百万银 那 投资的决定的方式的话 当然是主要先由我们 我们现在在台湾有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 当然我们现在还正在照顾 所以还没有完全照顾完 那 我们 会由台湾的这里的人先去看案子 然后做好interview 那 之后呢 我们会跟我们美国的partner 自己去讨论 所以 大概整个流程 会是 就是 两个call 或是三个call 我们就会决定 timeship 所以对我们来讲 时程大概 如果 大概就是两个礼拜到两个月 就这样 face byface 特许还是要被美国开就对 因为我们 北美partner还是partner 所以我们 各个timeship 都是需要 和我们partner一起 所以我们应该是比较类似材的活资 还是更活资 还是更活资 我们就是一般的创作 所以 我们给的价值所在 除了钱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operational support 还有 network 除了我们自己之外 我们有超过三百多个mentor 在各大产业都有 那不管是你刚想到北美的大产业 是google facebook netflix 或者是 fine iron counter 或者是 honey bank hiphop 或者是kpop 那各个不同层面 都我们的mentor 那我们mentor大概 有些是 corporate executives 那有些是star funder 那都是vc bank 或者是一些人来车场 或者是一些人来车场 好 那现场的时候 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我 你从前面就可以了 可是 你刚才有讲到说 要怎么去 呃 我会去确认这个产业 它的天花版材 在哪里 就是它的价值 至少到十一美金以上 那 我们 如果它是一个新的南海事业 那我们 你们这边怎么去判断 那 它的天花版价值 OK 对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 呃 我们会比较喜欢是 由bottom out 去计算 也就是 呃 如果说去上网看一些 market research 然后看说 哦 total market大概怎样 那这个是 呃 是一种方式 就是top down 我们喜欢bottom out 也就是 呃 解个简单的意思 如果你常常看 一些yc yc vacom on enter 他们一定会这样的方式去计算 这个market size 像 我是一家公司 我提供的service 它的这个价格是多少 然后我大概可以賣给 几家的客户 在我的total market 市场里面 那大概就可以计算 所以我偷偷一些说话 对 大概是 简单的方式 简单是这样讲 当然每一个business 都会有 不过我们希望说 以简单的方式 去从发展到去计算 这样有没有问题 嗯 嗯 其实你们会参考 什么意见 比如说是第三方 还是你们自己本身的 相关人员 去计算出来的 还是这个新创公司 它给你们的评讯 都有 就是都会参照 对 通常新创 会在它本身的industry里面 会有 理论上 会有 比别人 知道更多的insights 所以 所以这也是我们 最好的一点 对 那当然 刚刚讲的pricing 那些 应该 理论上 心状都有去考虑到说 在市场上 可以接受的价格是怎样的 当然我们 听了心状讲 也会去 去做我们自己的一些调查 好 谢谢大家 您投资的项目 你们会 会跟那个 被投资者 签save 我们 因为是美国的创投界家 目前 所以我们save 会签 convertible note 尤其是在早期 因为如果要谈 pricing 就比较有麻烦 那所以 尤其是在preseed seed 我们蛮常签save 或是convertible note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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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